在我开始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搞这个 模考直播的目的 首先是对于 没有考过PTE 但是未来 有打算要考PTE的同学 那这一次的模考 对你的帮助是 你可以完全地看到 PTE全程的考试 是长什么样子 那你在看我做题的时候呢 你能看到 我是怎么用一些 你接下来会觉得 很鬼扯的一些技巧 拿到了一个 相对很高的一个分数 可以在你还没有开始 准备去备考PTE之前 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OK 他跟雅思 或者是其他一些 同类型的考试 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考过的同学 但是还没有拿到理想分数 想要七炸八炸的呢 我希望你做到茶漏普缺 你可以对比一下 我和你在实际考试当中的 一个表现 看一下我上课讲到的东西 你有没有百分之百实践出来 虽然不是正式考试 但是目的是一样的 开始 像这种题目呢 我都是信手捏来 如果没有考过的同学呢 这一题是阅读文章 然后用一句话 总结这篇文章在讲什么 实际考试的时候 你是不能在题目这里 去做一个copy and paste 需要自己再read type 但是就现在 作为示范作用呢 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 看我做typing 因为到最后这一题 上过课的都知道 我只需要你 抄文章的一些句子 首先先说一下思路 这一题它是一篇说明文 因为我没有明显地看到 作者认为是好还是不好 说明文的模板呢 是A while B 我只需要在A里面 看到它说明一个concept 不用我说了 低段低句 中间的都是一环扣一环 全部不要 为了避免个别彩点词 在concept这个大句子里面 漏掉 我会再补一句 你想一下一个作者 它可以继续说下去 但是为什么它停在某个地方 这一句就是说明的终点 我就把一个concept 加上它的终点抄进去 终点这个单词比较偷向 有些作者的说明文 是讲concept的原因 终点肯定就是 这些原因的一个总和 有一些内容是concept的一些影响 那这个终点就是 所有的影响的一个总和 我不一定知道 它到底往哪个方向去说明 所以我用终点 这两个词去代指 从这个角度呢 我就只需要写 Bullcasting is usually a key function 或者是有些同学 选择抄bug这一句 你抄哪一个都是一样的 我让你抄这些句子的 最终目的是 让你踩到那个关键词 我其实不在乎 这个句子本身 它在讲什么 如果你是属于 抄第一句的朋友呢 抄它的前提 和它的主干句就可以了 为什么and不用抄 因为and的内容 其实跟前面这个句子 八九不离十 然后模板是while 为什么我永远都抄 最后那一句 它既然是一个终点 当这个作者 在写这个结尾的时候 他或多或少 会有点cover到 他前面讲的大部分东西 所以我是为了 踩点词而抄 我不会过于去看 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我知道什么东西 给我分 有分的东西 放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抄这个 加这个 或者如果你是 比较害怕的同学 上过课的都知道 我的模板 其实还有一个part 叫which means 可以考虑 把全文唯一三句 能上榜的句子 就都放在这里 我说我求稳嘛 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分数 当然你还要 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检查你的 拼写没有错 这一题一样 是一题说明我 前面这种 第三人称视角 开头我是不用抄的 中间插入语去掉 把主干句抄完 后面的从句去掉 所以这是我的concept 然后我的模板while 我要它解释的一个终点 我只是以防万一 才把这个终点抄下去 其实我只是需要你 踩到这个comparative advantage 如果你不太会去精简化呢 你可能抄到can be low 在我的标准里面 它没有逗好 所以对于语法不好的同学 我是允许你去把它全抄的 最后我的答案就长这个样子 注意啊 我的字数其实是偏少的 字数不是重点 现在是大作文 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 看我在那儿打模板呢 我就已经把模板prepare好了 这跟我上课讲的模板是一样 我就让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我去考试 我求稳的状态 我会用什么样的语言 去把这篇文章完成 其中有一些句子我要删掉 这个是一个万能的模板 使用上面呢 不同的题目 还是有点点差异 一上来抄题目 全抄 这时候我的模板有第二句 本来是留给我去抄题目 第二个句子 但现在没有这个句子 所以我就直接删掉 上课说过 我永远同意题目 我就会写得更快一点 因为我同意题目嘛 所以我会写 但是我上课也说过 我会在第二段的时候 稍微迂回一点点 像这里呢 我不会直接开始写 因为我知道 有些地方是我可以 copy and paste的 这一题是有对比 最后一句 另一半就不需要了 对比是 把它copy到我这个空格来 这时候我能够 从题目里面抽出来的东西 我都抽出来了 最后结尾这句话 我就使用我模板的备用句 第一段我想说它好 我也不想说一些非常伟大的 我就想说一个好 national identity 就想往这个方面写 People will cultivate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e 就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重点 最后要落实到 这个彩点词上面 a sense of patriotism 就是爱国 is important for countries to survive in case of disasters 这句我就是把 well producing career 当成反面教材 把同一件事情写一下 People will only focus on increasing their fortune neglect social growth 不用写得太真实 或者说太真理 后题就可以了 For example rec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schools prefer to offer subjects on history geography and arts 下一段 如果你愿意写两个好 你可以去写两个好 我的常规思路是 我一定会写一个好 和一个小的话 time spent on studying these subjects will not guarantee a high income job explana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op rank companies prefer graduates with experie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elds in that their salaries are much higher for example human resource prefer students with practical skills in job interviews 一个简单的idea 保证自己每个句子 都是在同一个idea上面就好了 写了一个非常低配版的作文 但是你之后会看到我的分数 再检查一下再回程 下一题 copy我的模板 这一题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ng in society today has changed markedly over the last 10 years 很快速的 retype到你 我把里面去 不要犹豫 in my opinion what ar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他这一题要求两个都得写 我刚刚说的这种思路 其实就比较万能 就写一个大好加一个小坏 然后他也一样是没有这一句的 所以我们去掉 in my opinion is certain that this change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s metally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ng 这一题它是没有对比的 所以我直接把对比去删掉 更到位的话是the new means 那其实这一题跟很多雅思作文都很像啊 所以我有大量的词早 但是我不会用 我就写最简单的 because people can't get in touch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instantly explana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internet has no limits in terms of space and time for example rec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young people prefer to use text messages and e-mails instead of 寻加点 拆点 试进去 writing letters as a result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ng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however the new means of communicating is also perceived to be disadvantages because people will need more time to search useful information explanation for thi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amount of data and resources available is huge for example rec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elderly prefer to use traditional media newspapers therefore it is true that we should not ov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这是一句废话 I would reckon that the new means of communicating can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其实我overall是想说 它还是更好的 has more positive impact 你看我写这些句子呢 我是可以很快的 我就不用想那么多 但是还是说一下 有一个学生 他没有回车 但是最后他巴炸了 大作文嘛 就是写完就好 写完就好 ok done 看一下我的分数 你可以看到 我grammar是满分 为什么我grammar可以拿到满分 方向一定是 我用了最简单的主微兵句子 我何来错误呢 对不对 不要去用重句 给你的模板就用 给你的架构 不要想着说 我要不要再换一个更厉害的 你看我那个作文 写成那个样子 可能你在看我写作文的时候 说哇 这个老师写的这个作文 真的是 你相信我 我这个87没拿到90 绝对不是因为作文 你要记得 我在reading的时候 FIB 我是每一题都错了一个的 彩点词一定要拿满分 就尽可能拿满分 SWT的彩点词那个答案 so short 30字左右 但并没有影响我去拿高分 还是看你有没有选对句子来抄 那spelling肯定啦 刚刚不是有一些错误吗 所以就大家担待一下 所以如果说你的spelling 扣分比较多的话 你一定要记得 有可能是因为你考试 没有把握好时间 这么多的一个问题 可能是你音试跟美试混血了 会导致你听写分 莫名其妙的很低 那为什么这个return discourse 没有到满分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不管拿什么分 好像对我写作没有什么影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